我剛剛看到最新的政府的通知說 只要你們不要衝撞他們政府部門那些 他們說違法違規的人就跟你們談 OK 沒問題 是不是 這些東西 大家都是一縮級 但是前提我先講幾個好像不相交的東西 你香港政府是聽誰的 你如果是聽香港人的話 你都不用搞現在成兩個月過去了 就證明你不是聽香港人 這麼簡單的道理你還要偏了什麼 還要再騙人了什麼 你是講不出數的嘛 香港政府 梁振淵澳 是不是 你後面是中聯辦嘛 是共匪阿爺嘛 擺明的啦 還談什麼啦 不打訴求你打贏了 人家就跟你談 你都沒有辦法答應的嘛 所以你沒有承認站出來 你站出來你講不出話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現在有人說 打倒共產黨 是不是 擺明就是 都說升級了 不是打到你 令人陣越我 打倒共產黨 是不是 大家都清楚他們要點了 是不是 你講不出數的嘛 是不是 那時候你不用拖這麼遠 你都是那些 是不是 讀得這麼厲害的人 你自己都清楚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你不用拖了 這些東西 你看到這件事 會繼續下去 如果不繼續下去 是不是 你怎麼談都沒有用 你除非你答應了 五大訴求 是不是 或者中聯辦 港外辦的人出來 是不是 那可能 唉 這些東西 的士的東西 大家清楚一點嘛 看一下先嘛 你看到朝鮮戰爭 那邊打邊談 人家是有實力的 是不是 你現在 你香港政府 都說了數 你 你講不出數嘛 是不是 你經常派那些警察 是不是 那些警察 經常這樣搞 警察自己是無辜的 是不是 唉 所以你抵制 要用中聯辦的人 你叫中聯辦的人 抵制再談就行了 不用說你香港政府 中聯辦的事情 或者 那些什麼共匪 那些政治局的人 派一個代表來 就可以了 啊 川普都說的嘛 叫啊 薛正平 自己來 跟那些示威者 談嘛 是不是 他擺明的事 擺明就知道 你們香港政府 賣路了 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不用騙 是不是 唉 你拒不了數 大家都知道 不用編一些故事 再騙人家 人家 每個人都很醒目 對吧 對嗎 謝謝 謝謝